佛小座老师奖金 那学奖金的人就在听众里面去挑选 或者他自己愿意 自己愿意向老师报名 我参加学奖金 那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是要记信 听老师讲这两个小时 明天你把你说这两个小时听到的 你重复讲一遍 老师讲两个小时 你能讲一个半小时算及格 这个副讲漏掉就可以 不能自己用语言去增加 不可以 完全讲老师的东西 要有这么好的记忆力 第二个是理解的能力 你真听懂了 你能记得 这样的人才可以培训出来做佛门的传教师 如果不能 没有这个能力 听两个小时 只能讲一个小时 这个就不能培养成法师了 讲经的法师 培养做护法 内护 就是道场 管理道场的人员 那叫护法 红护一体 护法的人必须要懂得经教 不懂得经教 你往往把护法这个工作做错了 做坏了 对于红法的人带来很多不方便 这就是错 所以这些呢 全都是属于供养 供养的范围非常广大 《破贤行愿》里面讲得非常清楚